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掀开圣学根植根 百家姓 我们从第一册 第55页的倒数第二行 开始看齐 这节课 我们开始学习 齿性 在《姓氏急救篇》中 王映玲先生说 《池氏》 它引用的是《风俗通》当中的记载 在汉朝时期 有一位中谋令 叫做持愿 又有持种鱼 这都是 持性的代表人物 那么持性 它的历史渊源啊 是跟 居住地是有关的 在古代的汉语当中 这个城 所指的是城墙 而池呢 池在古汉语当中 是指护城河 所以在城墙周围 有护城河 这就是池 我们如果到北京的紫禁城去参观 就能够看到古时候的这种建筑的防卫系统 所以城池就是属于城邑的防卫系统 那么后来呢 就用城池来泛指城邑 那么在古时候 就有人是居住在护城河的旁边 所以他们就以池作为姓氏 这是在今天 池性的起源之一 那么除此之外啊 这个池性 还有出自于淫性 这是池性起源的另外一支 是在战国的时期 在战国时期 秦国 有一位大司马 他叫公子池 他是秦国的公主 那么大司马 是他在朝廷当中 所担任的官职 公子池他的家族是很昌盛的 所以后代子孙就有人以这个祖上的名 公子池的池作为姓氏 这是池性的另外一支起源 那么池性 有一幅银连说 源自秦国 望出西河 这个西河 这个西河就是西河郡 这是池性的郡旺 池性的郡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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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 在明朝时期就考中了晋士,在岁安县非常知名,他是推断明爵,后来就升任为太常侍的少卿这个官职。 那么因为他是同安人,所以池玉得到后世子孙,为了纪念他呢,就立了一个堂号,叫做同安堂。 那么下面啊,我们就开始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智氏家族在历史当中都有哪些代表人物。 我们看万幸同仆的记载,那么刚刚有介绍过在汉朝时期,有一位中谋令叫做池苑。 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池仲语。 那么说到池仲语啊,它和古时候的一个谚语,也算是成语,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成语,也就是成门失火,殃及池鱼。 这个故事呢,就是跟池仲语有关。 那么池仲语,它是生活在这个宋城门的附近。 好,它是卫城门,它是卫国人,那么它居住在宋城门的附近。 结果有一次,这个城门呢,就失火了。 好,因为它住在城门的旁边嘛,结果这个火呢,就顺势一直烧到池仲语的家。 好,那么这就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好,所以这里的池鱼啊,不是指鱼,而是有一个人就叫做池仲语。 那么,这个故事呢,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在宋城门失火的时候啊, 就有人呢,就去把池水,这个池啊, 因为我们知道,在古时候这个城门,城义的旁边都有护城河。 所以人们呢,就把这个池里面的水,全部都把它汲取出来,来灭火。 结果呢,这个池塘,啊,护城河的城池啊, 在里面的鱼呢,因为这个水都被人给取尽了, 结果这个鱼就渴死了。 好,那么,根据这个故事呢, 这个殃及池鱼啊,就是指的, 这个护城河里面的鱼。 所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呢, 也可以用来比喻啊, 无端受到灾祸的连累。 那么,无论这个池鱼指的是池中鱼, 还是指的池里面的鱼。 那么,总之呢, 这一把火啊,都使他们受到了牵连。 那么,我们看, 在太平广迹的水族山, 这里面就记载着这个故事。 那么,它是, 首先引用的是风俗通当中的记载啊, 这里面就有说, 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那么,按照旧石的说法呢, 是说啊, 这个殃及池鱼是池中鱼。 池中鱼,它姓池,叫做中鱼。 它是生活在宋城门的附近。 所以,有一次宋城门失火之后呢, 这个火事就一直烧到他的家。 所以,池中鱼呢, 就被活活的烧死了。 那么,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啊, 这也是太平广记中的记载啊, 就是, 宋城门吃火, 那么人们就从这个护城河的池里面, 把水啊, 提出来灭火。 结果导致呢, 这个池里的水全都用光了。 那么, 这个池里的鱼啊, 全都漏在外面干渴而死。 所以, 城门之, 失火殃及池鱼呢, 太平广记这里就有特别谈到呢, 恶之之, 好, 病伤良己。 那这里所讲的这个用意啊, 就更深一层了, 不只是讲, 有人无端的受到灾祸, 而是说呢, 当这个, 恶的行为, 恶的做法不断的滋长的时候, 就会伤害到这些无辜的良善的人。 那么, 这是太平广记对于这个谚语的解释。 好, 池中鱼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 所以要是有人问你说,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这个池鱼到底指的是人, 还是指的鱼呢? 好, 那么我们如果熟悉这段典故呢, 就能很圆满的给他回答。 好, 接下来, 我们介绍的是池鱼, 他是宋朝时期的侯官人。 池鱼, 他在宋朝的治平年间, 考证进士。 好, 这是对他的简单记载。 那么下一位池梦里, 他是贤纯假虚特科的状元, 那么既然是状元, 为什么这里还说是特科的状元呢? 那么就是池梦里啊, 关于他的故事呢, 也有一个传说, 就是当年池梦里, 他和他的表兄啊, 两个人要进京赶考, 所以他们呢, 就一起从赶州骑着马, 要去经常参加科举的考试。 可是不幸的是呢, 池梦里他的表兄骑着马走在前面, 结果他要经过一座桥, 那么这个木桥啊, 是一个非常简易的木桥, 所以当这个马走上木桥, 就受到了惊吓, 就一下子呢, 把这个主人呢, 摔到河里面去, 那么活活就淹死了。 那么和表兄一起要去赶考的池梦里呢, 他度过那个木桥呢, 却安然无恙。 结果等到他去参加考试之后啊, 南宋的皇帝, 他在要阅卷平定这个科举名次, 在前一天的晚上, 这个宋朝的皇帝就梦到了鲤鱼跳龙门, 等到早晨, 刚好呢, 他又喜得贵子啊, 生了一个儿子, 结果他在阅卷的时候就看到了池梦里的考卷, 那么南宋的皇帝当然就龙心大阅啊, 就马上拿起手上的朱砂笔, 就清点这个池梦里为状元, 可是呢, 按照这个宋朝的科举考试的制度啊, 他们是每三年只录取一位状元, 所以这次皇帝朱砂笔清点的状元呢, 就打破了这个惯例, 因此, 池梦里, 他后来就成为了特科状元, 也就是说, 他这个状元, 不是按照惯常的制度, 三年录取的一位, 而是这个宋朝的君王给他特批的状元。 好, 那么这个就是池梦里的故事。 那么其实一个人呢, 我们要是了解命运跟因果的真相呢, 就知道所谓一饮一着, 莫非前定。 那为什么池梦里他这次的科举考试能够这样的顺利? 那么这也是跟他前世今生积善修德, 积善修福, 他命中就具有这个福报, 具有功名是有关的, 没有无缘无故, 一个人的富贵穷通, 功名利禄, 也都是他修来的。 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呢, 就在日常生活中, 要实时处处, 尽心尽力的, 去修福积德。 那么我们修极福报, 真正按佛法所说的, 努力的去行财布施, 法布施, 以及无畏布施, 那么最终呢, 就能够得到好的果报。 那么最后一位持育德, 我们刚刚已经为大家介绍过了, 他是福建同安人, 那么他是明朝的家境年间的近世, 所以持世家族的唐号, 同安堂这个典故, 就是出自于持育德。 好, 那么关于持性,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 下一个姓氏是侨性。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姓氏急救篇的记载。 这里谈到桥氏是出自于姓姓。 那么本来呢, 他这个桥是木子旁的桥。 此外, 桥姓还是匈奴的贵姓, 匈奴贵圣姓桥氏, 代为辅相。 那么世世代代, 他们在朝廷当中, 都是担任着重要的官职。 在晋朝时期有桥智敏, 唐朝桥芝芝, 以及宋朝时期有桥韦月, 桥芝钟和桥行俭。 那么我们先来介绍桥姓的历史渊源。 桥姓是出自于姬姓。 在历史上啊, 三皇五帝的时期呢, 宣源皇帝, 他是我们中国上古时期, 一位著名的部落首领。 那么皇帝所在的这个部落是非常重奉龙的图腾。 所以龙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的象征。 我们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 是龙的传人。 那么宣源皇帝他驾崩之后是安葬在桥山。 这个桥山的所在地呢, 就是今天的陕西黄岭这一带。 那么宣源皇帝的知宿子孙, 就有人呢, 留在这个桥山的皇帝陵墓, 为皇帝守灵。 那么世世代代相传, 于是呢, 子孙后代啊, 有人就以这个地名桥山的桥作为姓氏, 这就是桥市的由来。 那么最初呢, 这个桥就是有墓子旁的桥, 跟桥山的桥是一样的。 那么到了 这个北朝的西位这个时期, 这个桥叫武帝啊, 这个桥秦桥氏当中的墓子旁, 要把它去掉。 就是这个乔达 当时是这个魏的丞相宇文泰下达的命令 那么就要求呢 这个乔左边的木字旁去掉 变成这个没有木字旁的乔这个字 那么它的用意呢 是要取其高达望远的意思 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这天下的桥性呢 大多数都改为了没有木字旁的桥 好 那么这只刚刚介绍的这只桥性 它的历史渊源呢 就是出自于轩辕皇帝姬姓的 那么除此之外 像我们在姓氏急救篇当中看到的呢 王毅林先生有谈到 桥性还是匈奴的贵圣性 他们世世代代是辅相 担任的官职啊都很高 是属于匈奴的贵族 所以桥性呢 是匈奴的贵姓 那么根据历史的记载啊 在汉朝时期的匈奴贵姓 有四大姓氏 分别是 蓝 蓝姓 侨姓 还有忽眼 虚仆 这四大姓氏 那么他们世世代代 都是匈奴的辅国倾向 都是贵族 等到后来呢 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 匈奴的侨姓 就和汉族的侨氏 就融成了一体 这个匈奴侨姓就融入到汉族的侨姓当中 那么这一只呢 也成为了后世的侨姓的来源 此外 像少数民族 显卑族也是有侨姓的 在历史上就有记载 魏晋南北朝的时期 就有 侨姓的显卑人 那么这个也是属于我们 现在 侨姓的历史渊源之一 那么下面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 侨姓的唐号 侨姓的唐号 文汇唐 这段历史呢 是出自于宋朝 在宋朝时期 有一位官员叫做侨姓简 侨姓简 他担任 淮西转运官和参之正式的官职 他多次的向朝廷上书来评论时政 后来 侨姓简呢 就被拜为右丞相 封为鲁国公 等到侨姓简过世之后 他的嗜好叫文汇 所以后世的子孙呢 就以侨姓简的嗜好文汇 把他立为家族的唐号文汇堂 以此呢 来纪念侨姓简 他的这些 为社会 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 好 那么我们 开始来介绍万幸同谱当中 所记载的 乔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在晋朝时期 有一位乔治郎 自元达 他是显卑前部人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呢 乔治郎 他的乔姓 是出自于少数民族 显卑族的姓氏 那么在晋朝时期 乔治郎 他担任农律令的官职 他的德行很好 被人们称为神君 乔神君 那么下一位 我们介绍北宋时期 有一位官员叫做乔治忠 那么在乔氏家族的迎联当中 有一幅 有一幅连 是这样写的 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乔治郎 也有一幅对联 说居官萨年 天下清正 历令二显 俊亦爱身 其中夏连 所说的就是这个乔治郎 就是乔元达 那么乔元达 他在西晋的时期 是担任辅国将军 那么他曾经担任过 绿县和贡献这两县的县令 所以两县的老百姓 都很爱戴他 称他为神君 好 这是 晋朝时期的代表人物 那么下面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 北宋时期的乔治忠 那么乔治忠 也有一幅对联说 学先经术 望重日言 其中上连 其中上连 所说的就是北宋的良力 乔治忠 乔治忠 自西圣 他是江苏高游人 他在宋朝的时期考中进士 那么就这个官位啊 做到 己事忠和刑部侍郎的官职 在王安石执政 变法的期间 就请这个乔治忠 编修了西宁条例 那么乔治忠 他做官是很有人爱之心 他为官做人都很宽厚 所以当他在负责这个刑部 这个刑部侍郎啊 主要就是要负责这些刑事案件啊 这些牢狱啊 他要负责审 审核审查 所以因为乔治忠 他是以仁爱之心来对待 这些犯罪的罪人 因此他在负责审查 这些刑事案件呢 就洗刷了许多人的冤情 有很多人啊 这个历史上记载啊 有上百人 都是因为乔治忠 他这种宽厚仁爱之心呢 在处理这些刑事案件 所以有上百人呢 都因为他的关系而免除死刑 并且洗刷了冤情 那么在 邵盛年间 他又到运州 出任这个运州的地方行政长官 那么他和孙秦是齐名的 这三个人呢 被称为三贤 那么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 这个乔维越 其实我们所介绍的这些历史人物 在他们身上呢 常常 往往都有一些很感人的故事 那么乔维越也是如此啊 乔维越 自博州 那么他在 太宗皇帝当政的期间呢 是担任 淮南转运史的官职 所以乔维越 他在治理淮河 这个过程中 他的功劳是很大的 他曾经创建了二斗门 这个二斗门呢 是一种 复杂形式的 这个运河的船渣 那么通过这个二斗门呢 可以提高河运的能力 那么当时呢 淮河 山羊 这一带 他的水势是很急的 所以有许多人啊 那么在行船的期间 来到这一段 淮河 山羊这一带呢 那么往往会遭遇到危险 因为这个水势很急 所以乔维越 他治理淮河的期间呢 他很细心的来规划 于是呢 他开挖了从墨口到淮阴 这个墨盘沙河故道 他开挖了二十公里 把这二十公里的这些淤泥 沙子全都清除掉 那么在这里建设了桥梁和船杂 因此 乔维越在治理淮河的期间 就使得这个淮河的曹运 能够畅通无阻 他不但在治理淮河方面 有功劳 而且乔维越他还是一位 特别有人爱之心的人 他为了帮助别人 都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官位来做担保 那么有一次啊 他曾经 暗部到四周 律狱 那么这个期间呢 有一位官府的属员呢 他在断案子的时候 出现了失误 所以使得这个犯罪的罪人呢 最后被处死了 那么等到乔维越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审查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那么照理说呢 这个官府的属员是要治罪的 可是这个属员 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他做错了 于是呢 他就跪在地上哭泣 跟乔维越说啊 他说我的生命呢 不足惜啊 可是 我的母亲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 如果因为我这件事情啊 要被朝廷来治罪的话 那么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呢 就没有人能够效养 奉养他 我的老母亲也活不了了 所以他就跪在地上啊 苦苦的哀求乔维越 那么这时候乔维越啊就很怜悯了 他们家的这种情况 所以呢 毕竟他的官职啊比较高 他可以来为他做担保 所以他就跟他说啊 那么如果日后啊 那么朝廷这边的官员再来询问这件事情呢 你就说呢 这个事情呢 是转运使 转运使就是乔维越 这就是你就说这是我所查办的 我使是因为我的关系 才造成了这个囚犯了 最后被误判致死 好 所以乔维越呢 就用他的 这个 因为他毕竟他的官位比较高 所以 到时候朝廷如果治罪的话呢 那么处罚也不会那么 那么大 所以他就主动来担保 于是后来呢 这个官府的属员啊 就因为乔维越的保护呢 所以他最后就没有被朝廷治罪 但是后来乔维越呢 为了这件事情啊 还要 这个 给朝廷交纳一笔赎金 120斤的赎金 但是虽然是要 付出这个代价 但是他保全了 这个官府属员的母子二人 所以是体现出的 他的一种仁爱之心 那么关于乔氏家族啊 我们在这里 也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乔家大院的 这个主人 叫做乔治雍 在 这个早年啊 有一段时间呢 乔家大院的这个电视剧 在全国呢 是广为流传 那么其中呢 这个电视剧啊 他所讲的故事 就是发生在清朝时期的 乔氏家族的故事啊 那么我们如果到山西去旅行的时候 也能有机会去 这个乔家大院 去那里游览和参观 我们以前就曾经去参观过 这是乔氏家族啊 留下来的 这个房子 确实是特别难得啊 因为经历了许多动乱之后 他还能够很完整的保存到现在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呢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乔治雍 和他的这个后世子孙 那么主要是乔治雍呢 他是如何把这个家族的生意啊 能够做到会通天下 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那么乔治雍呢 他是齐县的乔家宝的人 他从小就是父母过世之后 是由他的哥哥嫂嫂把他养大的 那么哥哥对他很关爱 那么因为哥哥照顾弟弟啊 这种胸有弟公之情呢 这和父亲对于儿子的严厉的要求是不同 所以乔治雍呢 他年少的时候生活还是很自在的啊 因为他生在乔氏家族里面啊 可以算是个既有钱又有闲的人 而且他也不太想当官 为什么呢 因为在清朝的末年 一个县令他的奉这个奉路啊 一年只有50两银子 那么加上养年这个养年银啊 也只是多了几百两 可是在那个时候 乔治家族最年轻的掌柜呢 一年呢 都有1200两的这个收入 这还没算上这个分红的时候 他额外的这些收入 所以乔治雍并不想当官 可是没想到在咸丰初年啊 这个北方的免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 就造成了这个南北的查路断绝 那么当时乔家在齐县 有一个大德星私茶庄 他们主要经营的生意就是私茶 那么那时候天下的生意 做生意的人呢 主要就是这个从事于粮油 私茶和盐铁 但是盐铁是朝廷控制的 所以乔家没有经营这个盐铁生意 他们粮油的生意呢 也主要是他们在包头的副字号来做的 那么当时做粮油生意的 主要是平遥跟近南的商人 虽然乔家他们主要是做私茶的生意 可是当时在山西并不是做的最大 那么后来乔治庸的哥哥 因为战断的关系 对他们家的这个生意 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所以他的哥哥最后呢 就一病不起 那么哥哥的生病呢 就使得乔治庸的人生大陆 产生了一个转折 本来呢 他就想做一个读书人 一辈子呢 就这样子过得悠闲自在的生活 可是哥哥生病之后呢 他只好不得不接受他们乔氏家族的生意 所以从咸丰到光绪年间呢 乔治庸他经商的历程呢 就是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的过程 可是他 我们说这个也是个人的福报不同啊 虽然他在接受乔氏家族的生意之后啊 那个时候的社会是很动荡的 清朝末期啊 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可是乔治庸却能够把乔家的生意做到了巅峰 特别是票号的生意 那么经历了这个战乱之后 乔治庸他接手家族生意就开始疏通南方的查路跟思路 那么乔家这个思查的生意做得很大 光是思查这一项呢 就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 可是丝绸的通道啊 是要把湖州的丝运到山西的路州 来做制作成路绸 这个路程呢 在当时是很艰难的 而且很危险 所以乔治庸后来呢 他就决定要转型 开始经营票号 他就利用自己家族的资本呢 开了两间票号 一个是大德通 一个是大德风 在光绪年间 乔治庸 他把大德心改成了大德通 那么同年呢 他成立了大德风票号 就是专门进行经营这个汇兑的生意 那么后来在乔治庸 他苦心的经营之下呢 这两个票号啊 都成为了全国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大票号 大票号 那么我们如何可以衡量乔治庸 当时他经营票号 这个发展的速度呢 就是在光绪年间 大德风他成立的时候 资本只有6万两 可是几年之后啊 就变成12万两 那么再过了几年呢 他的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那么他几乎把他自己所有的这个红利的收入都投入到资本当中 所以在当时的票号里面啊 是首屈一指的 那么有人就估计呢 乔家他的资本呢 在清朝末年就有四五百万两的白银 在建国之后还有研究啊 有估算乔家的流动资金当时呢 是在八百万到一千万两 这个这还不算是他的房地产这个部分啊 就是光是他的流动资金就有这么多 那么为什么像乔治庸这样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读书人 他能够在经营这个票号生意 这个等于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银行的生意啊 他能够做得这么好 那么有一些专家学者就提出啊 除了乔治庸的天赋之外呢 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乔治庸 他把从儒家经典啊 经史当中所学到的这种宽厚和仁义的精神 带到了商业的经营管理当中 那么我们现在呢 可以看到一个确凿的证据啊 就是乔治庸他过世之后 他的墓碑啊 这个墓表 他的墓呢 还是在乔家堡的村子当中 这个墓表呢 是立在墓前的 那么这个墓表上的文字啊 是这个民国时期的一位文化名人 叫做常赞春所写的 常赞春呢 是乔治庸的孙女婿 所以在墓表当中呢 常赞春就记录了乔治庸 他幼年的家庭状况 以及本来他是想要通过科举考试呢 这个学而优则是嘛 可以光耀门庭 可是后来因为他哥哥的生病啊 他被迫要接受乔治家族的家业 所以后来呢 他就以他所学的儒家经典的学说 作为他经商的一个指导原则 最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所以乔治庸他虽然是一个商人 但是呢 平常他手上啊 都会有四书五经 还有史记这些经史的书籍 而且每当他看到啊 在社会上出现一些天灾人祸 他都会呢 用家族的资金呢 来进行赈灾 所以在乔治庸他的经商的历程中啊 他内心始终秉持着一个儒家的民本的思想 这就是孟子当中说的民为贵 军为亲 他是把老百姓啊 放在首位 那么这种精神呢 不是只有乔治庸他一个人做到 而是呢 乔治家族啊 世代都有这样的精神 那我们知道乔家的祖上乔贵发 他就是出生于一个草根的阶层 他是穷到什么程度啊 30岁都娶不上媳妇 而且他最终娶的媳妇呢 还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 他是一个很有情意的人 那么我们 我们过去曾经到山西的乔家大院啊 就曾经参观过 这也是很多年前了 大概有 大概是在05-06年 那个期间啊 到现在有十多年前 我们有去参加过乔家大院 那我们到这个山西乔家大院就能够看到啊 乔家大院就有 有一个豹本堂 第一代的仙人啊 就是乔治家族的仙人 他们的祖先呢 是很贫穷的那个 就是这种环境下起家的 就是几乎是乞丐啊 平常旁边呢 就拿个要饭的篮子和一个打狗棍到处去乞讨的 所以祖上是很贫穷的 可是乔治家族这报本堂呢 却记录了这个历史 他希望家族的儿孙呢 都记住祖上这种贫困和艰难的历程 所以这个乔治庸以及乔治庸的儿孙这一代啊 他们都有这种报本凡史的这样的思想 那每到过年啊 他们都要拿车子拉着米拉着面拉着粮食啊 那么就送去给这些贫穷的家庭来帮助他们度过年关 而且不但是如此呢 乔治家族就有很好的家教 教导后是子孙 不要忘记自己是贫穷的出身 乔治家族的家教是很严格的啊 例如说在山西 因为山西有很多大家族啊 他们的宅院当中都有戏台 可是乔治家族没有啊 我们要是去乔治家大院参观啊 就会看到这个乔治家大院这么大 他居然没有戏台 如果你到比如说我们去福州啊 去三方七巷啊 去参观这是林氏家族的这个主宅啊 你就会看到很多戏台啊 因为南方人也是很喜欢看戏啊 那当然古时候的戏剧啊都是演着这些忠孝结义的故事啊 但是乔治家族呢就要求他的儿女 他没有见这个戏台啊 主要呢就是担心他的后人会玩物丧志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这个乔家的家教跟家规啊是很严的 那么除此之外 例如乔家他们还有一个规矩 就是呢 家里的佣人啊 他们不会用年轻的丫鬟 而是要用中年的妇女 这是为什么呢 这也是出自于儒家的思想 就是避免了在家庭当中的 这个年轻的男主人做出一些不雅之事 你看这都是在生活当中啊 很注意这个儒家的礼 很注意防威杜剑 因此我们可以说乔治庸 他是一位儒商 他能够成功跟他的思想 跟整个家族的这个家风跟家教 都是很很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有人就提到 为什么乔治庸 他能够有这么雄厚的资本 来实现他的理想 因为乔治庸当时做票号生意啊 他想要做到会通天下 你看这个儒家的读书人啊 他的志向跟格局啊 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么他如何能够掌握这么雄厚的资本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在于乔治庸 他从一开始啊 就把乔家在包头啊 包头是内蒙古的包头啊 把包头的负字号的生意发扬光大 所以负字号好 包头的负字号成了乔治庸 致富和发家的起点 那么在乔治庸接掌了 这个家族的生意 成为东家的时候 那么负字号啊 他已经是包头的第一大商号 几乎呢 整个包头的市场啊 都是被负字号所垄断的 就是乔家的这个生意啊 所以有一句话 老百姓流流传的一句话 叫做先有负圣公 后有包头成 那么经过了乔治家族两代人的经营啊 他们在包头已经有了十一处的生意 在关内还有几家铺子 所以加起来有十七家 那么光是负字号啊 就有三个大号和十几个商铺 这里面在这里做事情的伙计啊 就有几百位 所以在当时呢 包头作为一个新开发的地区啊 它本身是一个农耕文化跟游牧的文化 相交融的一个地区 那么最初呢 像在包头 除了马之外 其他很多物品都是很缺乏的 所以乔治庸他就是利用了包头作为基地 那么他把商业就扩展到了蒙古地区 以及后来的北京还有天津 那么此外呢 还有一个小故事啊 可以体现出呢 乔治家族以及他们的这个经商的这个团队当中啊 那种爱国的精神啊 这故事呢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 在1900年 当时正是八国联军攻陷到北京 所以呢 慈禧太后和这个清朝的王室啊 这个皇室呢 就开始逃出京城 那么后来他们逃到了山西 可是逃到山西之后呢 这个朝廷啊 当时是很穷的 这个慈禧太后和这些王宫贵族啊 手上都很缺钱 所以山西的官员呢 就在太原 就召集了这些商号 他们来商量 希望大家体谅朝廷的苦衷啊 能够呢 借钱给朝廷 但是当时谁也不敢答应 为什么呀 这个这个借钱真的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啊 在那种 这个清朝末年社会动荡的情况下 大家都是各保各的 谁还能顾得上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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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到山西的这些皇亲国戚啊 可是想不到呢 在当时 就是乔家有一个 当时乔家的大德封票号啊 有一位业务员 好 就是那时候是叫做跑街的啊 就做业务员 他的职位是很小的 叫做甲继英 想不到他却当场就答应 借给朝廷十万两银子 那我们觉得 哇 这个就一个小业务员哈 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 好 这就是说呢 在乔氏家族的这个 经商的这个团队当中啊 好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业务员啊 他的 制作主张的权力是很大的 所以当时慈禧太后很高兴啊 那么 这个甲继英 就是这个业务员啊 就跑回去跟他的大掌柜 叫做颜维帆 就跟他讲 讲了这件事情 那么颜维帆就问他 说你为什么这么痛快就答应啊 这十万两不是小数字啊 就想不到这个小小的业务员 甲继英啊 就讲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呢 国家要是灭亡了 我们也会灭亡 要是国家还在 钱还能要回来啊 好 结果这位严大掌柜听了之后 就夸奖他 说了一句话 说 五百年必有亡者心 一千年也出不了个甲继英 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所以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乔氏家族他们经商的这种爱国情怀 好 那么这个跟乔治庸他的辱商的这种思想是分不开的 好 那么当然呢 他为国家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后来朝廷也没有亏待他 就使得乔氏家族的生意呢 在战乱当中 还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那么这个呢 也是跟乔氏家族他们经商的这种 格局气量眼光是分不开的 好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介绍这个乔姓啊 在这里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前两年特别有名的乔家大院啊 他的主人就是乔治庸 好 那么之所以乔家能够把生意做得这么好 这和他们这种知恩报恩 好 以及呢 他们能够好 对于平民百姓都能够有深刻的同情 好 仁爱之心啊 能够常常做这种财布施 这是分不开的 好 那么乔姓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 那么我们看到 这是师父上人写的一幅墨宝 这里就谈到我们要怎样脱贫致富啊 脱贫致富呢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特别向往的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 一切向钱看啊 这个钱不是前后的钱啊 是金字旁的这个钱 所以很多人都想知道怎样才能脱贫致富啊 那么师父上人在这里就教导我们 因果教育就是脱贫致富的教育 好 你想要脱贫致富就好好的学习因果 好 落实 好 这个圣贤的教会就能做到 那么首先是财师 财布师 财布师是因 得财是果 好 你想要赚很多钱呢 就要学会做财布师啊 那么当然呢 这个布师也是要有智慧啊 好 再来呢 法布师是因 好 我们常常喜欢 好 跟大家分享这个 辱士道的圣贤教育 好 喜欢把自己学会的 这个知识和技能 交到给别人 好 这都是法布师 那么他的果报是什么呢 好 脱愚昧开智慧 这是果报 好 能够使我们 能够增长智慧 摆脱愚昧 好 你如是因如是果嘛 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 这是一定的道理 那么接下来呢 无畏布师是因 好 我们要常常做这个无畏布师 比如说 人有遇到艰难困苦挫折 还有生病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对他伸出援手 啊 关心他 关心他 爱护他 照顾他 那么这都是属于无畏布师 无畏布师是因 那么他的果报就是健康长寿 能够得健康长寿的果报 那么这就是我们人生啊 能够最终离苦 得乐 得到真实的幸福 美满 就要从去落实 这三种布师开始做起 所以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 无论是富贵穷通 还是一生所遭遇的吉凶祸福 都是离不开因果的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道理 能够深深明了的话 一个人啊 他了解命运的真相 了解因果的道理 那么他自自然然啊 都能够安分守己 也不会怨天尤人 知道说啊 我们这一生的命运 是要靠自己来改造 自己来改变的 每个人都是可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那么只要呢 我们能够努力的去改过谦善 改正过失改正错误 那么让我们的身与意呢 都是这个行在正道上 行在善道上 能够积功累得 改造自己的命运 开创自己的命运 这个就是因果教育的功效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啊 特别像佛门的祖师 印光大师 就特别重视因果的教育 那么我们这一部 圣学根之根也是如此啊 我们翻开这个中国的历史啊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 这个善因善果 恶因恶报的最好的诠释 好 那么侨性啊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啊 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姓氏 就是阴性 王毅林先生说 阴氏 这个阴呢 是周采地 好 那么这是讲到了阴性的历史 好 那么此外呢 还有齐国的管仲 他的七世孙 就是他的后世子孙呢 叫做修 那么修 他从齐国到楚国啊 被封为阴义大夫 这就是阴性的由来 那这就是姓氏极旧篇当中啊 所记载的 好 那么我们就简单的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阴性的历史渊源 那么阴性 是出自于畸性的 在春秋的时期 周文王 他第三个儿子 管书仙 他的后世子孙呢 叫做管仪吾 也就是管仲 他是齐国的贤臣 他也是周牧王的后代 那么管仲呢 在春秋时期很著名啊 他是一位政治家 他曾经帮助过齐桓公称霸 能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啊 是得利于管仲的辅佐 那么除此之外啊 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 孔老夫子呢 对于管仲的评价也是很高的 包括我们汉族的文明文化能够保存 那么这个呢 都跟管仲是有关系的 所以孔子就有谈到啊 说微管仲无其批乏左任矣 那么正是因为管仲 他辅佐齐桓公 他辅佐齐桓公就保存了我们汉族的 文明与文化 因此他的历史 贡献呢是贡献呢是很高的 到了春秋的末年 管仲 他第七世的孙子叫管修 叫修 那么修 从齐国出奔到了楚国避难 到了楚国之后 管修就被楚王 封为殷大夫 这个殷义大夫 他的封地 是在殷 所以后世子孙呢 就有人以这个封地的名字 殷 作为姓氏 这就是殷姓的 由来 好也就是 刚刚姓氏急救篇谈到的 其管仲七世孙修 世楚为殷大夫 这就是殷姓的由来 那么在古时候啊 这个 阴跟阳 好 那么这也是古代文化的一个 名称 我们要了解到什么是阳呢 古人啊是以山南 水北为阳 也就是山丘之南 以及河流之北 称为阳 那么和阳反过来的就是阴 也就是 山北水南 山丘之北 河流之南 称为阴 所以这个阳跟阴呢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啊 所以我们在读这些文言文的原文 这时候呢 我们了解这个历史文化 这些名词 它的含义呢 就能够正确的理解文言文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阳啊 山南是指的山南水北 山丘之南和河流之北 而阴呢 就是山丘之北 以及河流之南 那么传说中呢 这个 瑶帝 瑶帝是陶唐士啊 陶唐士 瑶帝的后代呢 在夏商的时期 有被封在这个大山的北路 那么大山的北路就是阴 他们建立了英国 那么英国呢 到了周朝 有一度是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国 那么后来英国灭掉之后呢 英国的后世子孙就以国名英来作为姓氏 这就是殷氏的另外一只起源 那么这一只呢 就是出自于陶唐士瑶帝 那么我们了解了 殷性的历史渊源之后啊 我们就开始呢 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历史上 都有哪一些 阴性的代表人物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万幸同仆的记载 好 首先呢 是 周朝时期 在周朝时期 有一位 有一位 因不令 好 因不令 万幸同仆的介绍很简单啊 说他是周大夫 这是他的官职 那么他是因理人 那么关于因不令呢 我们在这里呀 给大家引用了 左传在昭公24年当中的记载 那么这一段故事呢 就有谈到 因不令 这个故事啊是 王子朝用承州之宝归于河 这是发生在昭公24年的春天 好 就是周朝立法的正月初五这一天 那么绍简公 南宫淫 他们带着 甘缓公来进见王子朝 那么刘子就对长虹说 说甘氏呢 又去了 去见这个王子朝 那这时候长虹啊就回答说呢 说这有什么妨碍呢 同心同德啊 要在于他是不是合乎正义 在太世当中曾经说 咒有益兆人 但是 咒王他所统治的这些人是离心离德 而不是同心同德的 好 那么我有志士之臣识人 虽然只有十个臣子啊 跟我共同的来治理这个国家 但是这十个人都是同心同德 这就是周朝 所以能够兴起的原因 因此呢 作为君王啊 还是要致力于能够修德 以德来治国 而不要担心 这个没有人 到了22日 王子朝来到屋地 那么这时候禁国 士弥谋在基地就迎接叔孙 叔孙就派这个梁齐靖啊 埋伏在门里 并且跟他沟通好了两个人的暗号 他做了什么暗号就动手 要是做其他的暗号就不要动手 那么孙孙呢 他见到士弥谋 士弥谋就说啊 由于寡君是盟主的缘故 所以呢就把你啊 就留在避意当中 那么我把这个避意的礼物啊 虽然是非常微薄的礼物 但是呢我也把它送给您的左右的随从 我派弥谋来迎接你 所以蜀孙他就接受礼物之后就回国了 那么这一段呢 在孔老夫子的春秋经当中也有所记载 春秋的记载是说 若至至近只有四个字 那么这里的若呢 就是指的春秋鲁国的书孙若 就是接受这个礼物回国的这个书孙 到了3月15日 晋请公他派士锦伯到王城来调查周朝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士锦伯站在前进门当中向大众询问 于是晋国人呢 就辞谢了王子朝而不接纳他的使者 到了夏天五月初一就发生的日时 那么这时候啊 子慎他就说 因为古人我们知道古人呢 他是非常善于观测星象 观测天象的 那么如果他看到日月山川 发生的一些特别的异象 比如说日时啊月时啊流星等等 或者是在天象当中有一些星 发生了一些移动 那么 古人呢 他就能够预测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 那么在五月初一发生日时之后啊 子慎他就断定了是要发生水灾 可是赵子和他的看法是不同的 他说呢 这个日时啊是代表着将会有旱灾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太阳啊 过了春分之后 这个阳气呢 就逐渐的 这个 过了春分之后 照理说这个阳气应该是越来越高的 可是呢 这个阳气 没有高过阴气 那么一旦呢 他胜过 就是阳气胜过阴气啊 一定是发生旱灾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阴阳要平衡嘛 阳气太盛了 一定是旱灾 那么 阳气 如果不能够战胜阴气 那么这是正在积聚阳气的关系 所以他的预测啊 就是 这个天象 日时的天象是会发生旱灾 到了六月初八 王子朝的军队进攻到辖地和姓地 但是这两地的军队都溃散了 那么镇定宫到了晋国之后啊 子太叔相礼 进见范县子 范县子就询问 应该怎么办 那么子太叔就跟他说啊 我的年纪已经大了 我对自己的国家和家族都没有办法再多操一点心 我怎么敢去涉及王室的事情啊 不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吗 说寡妇她不操心违宪 而忧虑宗周的隐落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她害怕祸患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而现在周王室确实是动荡不安 连我们这些小国啊都感到很害怕 可是大国的忧虑我们哪里能够知道呢 所以你还是早点做打算 在诗经当中就有讲到啊 酒凭空了是酒坛的耻辱啊 所以王室能现在不安宁 这就是晋国的耻辱 那么这个范县子 范县子听了他就很害怕 于是他就和韩宣子进行谋划 就想要召集诸侯来一起会盟 那么到了秋天 因为我们看到前面啊 发生日食的时候 昭子呢他就断定会发生旱灾 所以到秋天的八月就举行了盛大的渔祭 这个渔祭是什么呢 渔祭就是古时候啊 求雨的一种祭典 那么这是因为发生的旱灾 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十月十一日 王子朝使用陈州的宝规 那本来这个宝规是州朝的 那么王子朝呢 用了陈州的宝规 把它沉到黄河当中向河神来祈祷 到了十二日啊 黄河当中 这个平常在这个渡船呢 在行船的这个船公呢 就在黄河上呢 找到了这一块宝规 得到了这块宝规 于是呢 这个殷不宁 他就带着温帝人向南袭击了王子朝 并且拘捕了这个黄河上的这位船公 他手上有这块宝规 于是呢 把这个玉拿过来啊 那么后来殷不宁是在王室安定之后 就把这块宝规再奉献给周晋王 于是周晋王呢 就把冬子这个地方赐给了殷不宁 那么这段左传招公二十四年哈 这段文呢 后面还有一段记载 我们就不多说了 就是最后这一段呢 就特别谈到这个殷不宁 殷不宁呢 他后来就是把这个王子朝 他在向黄河河神祈祷的时候 用的那块宝规 后来呢又把它献给了周晋王 那么这里是左传当中的记载啊 那么殷不宁呢 他是周大夫这个官职 那么下一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 汉朝时期 在汉宣帝当政的时代 有一位孝子叫做殷子方 那么万性同谱 对他的生平呢 也有特别记载啊 那么殷氏家族有一幅银帘是这样写的 至小身人 富如一顿 天资国色 贵为后妃 其中的上连所说的是 汉宣帝时期的孝子 因子方 因子方啊 他生性就非常孝顺 那么有一次 他在那日 沉吹 就亲眼见到了造神 好 造神就现行在他的面前 好 那么关于造神的记载 我们在历史上会常常见到 例如说 有一篇文章是非常有名叫做 于敬义公寓造神记 那么古人呢 是家家户户都祭拜造神 这个造神是真实存在啊 所以因子方 他就是在那日 晨吹就见到了造神 那么于是因子方呢 就再拜受庆 并且呢 用黄阳来祭拜造神 后来因子方呢 他成了一位 特别富有的一个人 而且观作道直今无 那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展示的呢 是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一幅画 是清朝时期黄月所画的黄阳四照 所讲的就是这个孝子因子方的故事 好 那么 其实我们都觉得啊 看了这个故事呢 有人会觉得说 哦 那他就是拿黄阳去祭拜造神 所以他后来才会成为一位富豪 好 好 其实啊 就成为了这个一位 这个 大富大富豪啊 那么到了这个 因子方 好 三世孙就是他的子孙后代啊 也越来越昌盛 那么人们会以为说 好 那这是不是他击拜造神 他才会这么富有呢 好 我们看这幅黄阳祭造 好 这个黄阳四照 这幅图啊 我们看他上面啊 也提了一首诗 好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智晓 曾传 因子方 好 这就是说 因子方 他是一位大孝子 好 那么自知四照 用黄阳 用黄阳 人们听了 这个因子方黄阳四照 祭拜造神的故事之后啊 从此之后人们呢 也效法他 每年都祭拜造神 可是他的存心是怎样的呢 心其富足尽于美 养福修身至赤昌 这里就提到重点了 如果你祭拜造神 是为了求取啊 功名富贵的话 这种心态呢 就是一种惨媚巴结的心态 那怎样才能够真正啊 是家族能够凡胜呢 他最后一句话说 养福修身至赤昌啊 我们一定要行善积德修福 才能够使家庭越来越兴旺 而不是只是祭拜神明啊 祈求神明的保佑啊 不是这种心 不是这样的心态 而是呢 要把 我们说 这个天心仁爱啊 我们要把天地神明的德行 还有他们的人爱之心 在我们身上落实 而且能够积极的去修复 行善 我们看像 这个殷子方 首先他是一个大孝子啊 他孝顺他的父母 孝顺他的掌上 那么这个就是他修复积德的根源啊 那么同样用这种孝心来推广开来 来对待他人 那么自然呢 他一生当中都是在修复积德 所以这个家庭才能够一代比一代更加的兴旺和昌盛 因此 因子方 这个殷氏家族能够昌盛呢 这是因为 他的这个首先是他的孝心 那么孝子 那么同时呢 他这个能够敬畏天地神明 这是他的恭敬心 所以我们要效法学习的是这一点 是学习他的德行 那么殷氏家族能够子孙一代一代都很贤能 而且很昌盛呢 也是因为这个殷子方 他以孝道来传家所造成的 好 那么关于殷子方的故事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 那么我们刚介绍的这幅图啊 这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当中 是清朝时期的一幅绘画的作品 那么他所讲的就是殷子方 这个黄阳祭造 黄阳四造的故事 而这幅对联 上联至孝生人妇如一顿 这就是讲的殷子方 那么夏联呢 天资国色贵为后妃 这一幅夏联所说的就是 东汉是东汉时期 光武帝的皇后叫做殷丽华 那么殷丽华 她就是殷子方的三世孙女 是她的后世子孙 那么最初呢 这个汉光武帝刘秀啊 他还没有这个当上皇帝之前呢 那么最初呢 他就见到这个殷丽华 就看到殷丽华长得非常美丽 他就非常喜欢她 所以刘秀就曾经说啊 世幻当作殷金武 做官呢 要像殷金武这样 你看多么风光 多么有排场啊 而取妻呢 取妻当得殷丽华 这是刘秀所说的话 后来呢 果然呢 他就取殷丽华为妻 那么殷丽华起初 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后呢 他是被封为贵人 后来又生下了这个汉明帝 他是汉明帝的这个亲生母亲呢 他就被立为皇后 那么这个是在建努年间 因为殷丽华这个人其实他是很低调的 那么包括后来他的整个殷氏家族啊 虽然是外戚 但在东汉初年啊 他们整个家族可以说成为了这个外戚的一个很好的典范 就是整个家族的人都很低调 有那种不敢为天下先的这种风范 那么这一点就是从殷丽华身上啊 就体现出来 那么刘秀呢 取了殷丽华之后 他在家乡起兵 那并且在晚城 这个在东汉建立之后啊 那本来呢 殷丽华是他的原配的夫人 但是呢 他是特别低调 而且特别迁退的这种性格 所以后来他被封为贵人啊 没有直接做皇后 到了建武十七年 在这个皇后 郭盛通被废之后啊 刘秀呢 就封殷丽华为皇后 那么他也是汉明帝的母亲 到了汉明帝即位后啊 就尊殷丽华为皇太后 那么殷丽华是在六十岁驾崩的啊 后来他跟这个刘秀合葬在园林啊 他的嗜好叫光烈啊 所以我们说这个光烈皇后啊 所指的就是殷丽华 那么在后汉书当中记载呢 殷丽华他虽然后来贵为皇后 可是他的性格呢是很恭敬谨慎 生活也很简朴 并不喜欢这些享受 并不喜欢就是穿的绫罗绸缎啊 然后带着珠宝玉石啊 他不喜欢这样的排场啊 而且他平常就是一种很严谨的一种风范 不喜欢嬉笑戏谑 而且他天性就很有爱心 又孝敬父母掌上 是一位很有德行的皇后 那么我们看殷氏家族啊 除了殷丽华之外呢 他的几位弟弟 有的是同母弟 有的是同父异母的弟弟啊 那么这个在东汉初年啊 他们也都为朝廷为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 但是殷氏家族作为外戚呢 他们的行事作风是很低调的 这也为后人呢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好我们看这个殷氏 殷氏自赐伯 他是新野人 这个新野就是在荆州的南阳郡的新野县 那么殷氏呢 他就是殷贵人 就是殷利华的哥哥 跟他是同父异母的这个兄妹 那么在庚氏年间呢 殷氏被封为殷德侯和殷香侯 后来因为他这个出兵打仗啊 立下这些战功 那么本来呢是应当要依他的军功啊 应该给他增加风土 可是殷氏他很低调也很谦让 他说呢我是皇帝的后族 就等于是外戚家族的成员啊 如果在这个时候呢 又给我增加了风土 增加决议的话 就不能够给天下做出一个好的榜样 所以他就蜿蜒谢绝了 谢绝了这个朝廷的封赏啊 后来这个皇帝 汉官五帝刘秀呢 也同意了他的这个做法 那么等到在建武年间 因氏他被封为元禄侯 在这个因丽华的儿子刘庄 刘庄就是后来的汉明帝 那么在刘庄被立为皇太子之后啊 因氏呢就代理执金武来辅佐皇太子 那么接着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殷长生 那么关于殷长生啊 他也是殷氏家族的皇亲国戚 可是呢他一生当中都很淡薄名利 或者是隐居修道的生活 所以殷长生他的故事啊 在神仙传当中就能够看到记载啊 也是一个修道有成的一个神仙 我们看神仙传的记载啊 说殷长生是新野人 他也是汉朝东汉时期的殷丽华 这个殷皇后的家人啊 那么生长在这个富贵之家 又是皇亲国戚 可是殷长生呢他生性就很淡薄名利 对于这些富贵啊地位啊 他一点都不感兴趣 他喜欢修道 喜欢钻研这个道术 那么后来呢殷长生啊 他听说有一位修道有成就的人 叫做马铭生 他很有这个道恨 于是呢殷长生啊 就去拜这个马铭生为师 可是在马铭生的坐下呢 这个日子不是那么好过的 你看殷长生他作为皇亲国戚 本来是富贵中人啊 那么等到他想求道的时候 他在这个马铭生的坐下呢 是指奴仆之意啊 就做一些粗活很累的活 亲孕吕之劳 就是他跟马铭生之间是学生跟老师的关系 所以他呢就要这个弟子扶其劳嘛 就要在老师会下做一些很辛苦的工作 要照顾老师啊 要去老师要求他做的事情他都要去做 而且不但是如此啊 在很多年当中马铭生呢 他从来就没有传授给他这些道数 好度势之道啊 而是什么呢 从早到晚都跟他谈的是一些世俗的事情 好说这个当今的国家的局势是怎么样的 好这个智生电农啊 这个电农就是讲的这个农业的生产 怎么种菜啊怎么种粮食 都是说的这些事情 都是世俗之事 就这样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就殷长生他很有耐心啊 其实我们从这里看到古人啊 他寻师仿道啊 那真的是具备了真诚心 老师才肯把他的这个真传要传给你 你看他殷长生他作为这个 好可以说是外戚家族 这个皇亲国戚的这种富贵人家啊 他为了寻师仿道啊 这二十年当中呢 他都不疲不厌的追随着他的老师马铭生 结果当时呢和殷长生一起 来跟着他求道的人有十二个人 在这二十年当中其他的人都受不了啊 一个一个都回去了啊 所以老师从来没传授我们什么 道家的什么功法 好最后呢天天在这里 这个出着苦力啊 老师呢每天都讲一点世俗的事情 所以其他的十二个人啊到最后呢 他们都退心了都一个一个都回去了 而只有殷长生呢他特别有耐心 而且他对老师很有信心 对老师依旧是毕恭毕敬的 值弟子之礼 到了最后啊这二十多年过去之后呢 马铭生啊最终呢就跟殷长生说 你的这种道德品行啊真正是一个能修道得道之人 于是呢他的老师马铭生就带着殷长生就来到了青城山当中 于是老师就教给他如何煮黄土变成金 你看古时候这个修道之人啊有点铁成金啊 你看这个他是煮黄土而成金 就是把他的这个道术道法就传给他 并且呢就立了四面谈 就传传给殷长生这个太清神丹经 就这样呢老师就把他的真传传给了殷长生 那么殷长生呢这个求道有成回去之后 这个这个道家练这个丹呢他就吃了一半 因为这个道家他练丹呢吃完了这个丹就可以升天啊 但是他就只吃了一半所以他就没有升天 那么接下来呢他就用老师教给他的方法 做了几十万金的黄金来布施给天下的穷人 不管这个穷人他认识还是不认识啊 那么他都很勤于布施给他们 很有对他们都有平等心仁爱之心 于是呢他就走遍了天下 他的妻子儿女都跟着他 而且他们一家人呢都能够这个这个历经了很长的岁月哈 那么都不老一直都保持着年轻 那么后来殷长生就在平都山白日升天 在他升天之前呢就留下了九篇著作 并且他留下了一句话 他说呢在上古的时期呢有许多人修道成仙 这数量是很多的 但是从汉朝以来能够修道成为成仙 这样的人呢只有45个人加上我是46个人 其中二十人呢是师姐 其他的都是白日升天 那么换句话说啊他在修道的这个过程中呢 就真正的是一位有所成就的人 那么这个呢跟他尊师重道啊 对老师有信心而且有耐心 能够在二十多年的时间职弟子里 这种恭敬心都不丧失 最后呢老师就把他的真传传给了殷长生 所以从他的这个故事里面啊 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我们无论呢是学习如是道的哪一门学问 那么我们跟随着一位老师 我们对他的信心对他的恭敬心是不是具足 这个呢就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学有所成 因此呢在这个求学求道啊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啊 那么首要的就是我们的恭敬之心 那么我们在家里对父母能够有孝心 那么我们跟着老师求学能够有恭敬心 那么这个人呢他一生的德行学问呢一定是能够有所成就的 所以我们看古往今来啊 这些辱世道圣贤学问的传人呢他都是真正具足了这样的德行与心态 他才能够承担起传承道统的职责与使命 那我们从殷长生的这个故事里面啊就能够得到很深的这个启发 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的这位殷星呢他也是殷世家族的一位代表人物 他是汉光武帝的皇后殷丽华的亲弟弟就是童母的弟弟 叫做殷星 殷星 他字 君灵 这个君灵是他的字 他是 这个显宗皇帝啊 曾经下诏 这个赵书是这样写的 说星辅导正宫 星就是殷星 殷星呢曾经 辅佐帮助这个显宗皇帝 有周昌之职 那么殷星他再加仁孝 殷星他的德行呢就具备了仁慈和孝顺 有曾敏之行 这个曾呢就是指的曾子啊 曾子在古时候也是一位大孝子 敏呢就是敏子迁 就是这个显宗皇帝的诏书啊 就显现出了君王对他的肯定和赞叹 于是呢就以他的儿子殷庆呢为童阳侯 把他儿子封为童阳侯 那么寻寻苗印传归习子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哈 就是在建武年间啊 殷星他担任世中 他被赐决 朝廷赐他决位为官内侯 但是殷星呢 他坚决不肯接受这个决位 所以刘秀 光武帝刘秀呢就尊重他的决定啊 那后来这个殷贵人 殷贵人就是殷星的这个姐姐 是他的亲姐姐就是殷丽华 后来的皇后 那么殷贵人呢就询问他的弟弟啊 说为什么你不肯接受这个朝廷给你的决位啊 那古时候这个风诀啊是很荣耀的事 他被刺绝为官内侯啊 他就推辞了 所以他姐姐就问他 说你为什么要推辞呢 结果他弟弟殷星啊 就跟殷丽华说啊 他说呢 我们是七晚之家 七晚之家呢 就是指的外戚之家 我们是外戚家族啊 外戚家族的人应该以古书为鉴 因为古人呢 他为了防止这个流弊 所以在历史上呢 就留下了很多经典和史书的资料呢 来告诫后人 就是这个外戚呢 我们看到历史上凡是外戚当政 外戚的权势很大 都会给朝廷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 甚至于呢 会有很多祸患产生 这都是历史的因件 所以殷星这一点呢 他就就是看得很清楚 他说呢 我们身为外戚 您又是皇帝的贵人 后来又成为了皇后啊 那么我们应该呢 遵照古人的教诲啊 我们这个家族不能够过度奢侈 而且呢 要尽量低调啊 不敢为天下先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因为谦虚谨慎的态度呢 而避免了未来的祸患 你看这真的是 为什么这个作为殷利华啊 他能够辅佐刘秀啊 同时又 他又是汉明帝的母亲呢 我们看他 这个汉明帝的时期啊 后来又使得佛法得以东传到 这个中原 可以传入中国 那么为什么这个殷世家族 他能够培养出 这样好的儿孙 这个就就跟整个家族人的德行是有关的啊 那么当然我们再更远的来看啊 就是在汉宣帝的时代 他们的祖上英子方就是大孝子 同时也是很有德行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殷家的家风啊 在这个时候呢 就这个显现无语啊 他们可以辅佐君王 而且还能够成就下一代的君王 这跟整个家族啊 对这个未来的皇子的性格的养成啊 他德行的培养啊 都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啊 好 下一位殷庆呢 则是殷星的儿子 殷星我们刚刚介绍 他是东汉的开国功臣呢 那么殷庆呢 是他的儿子 你看他也是很有德行 他把他的这个房产田园还有奴婢啊 都分给他的两个弟弟 殷媛和殷丹 那么这也是殷庆也是很有德行的一个人啊 那么他只是接受了这个 他自己只是配印 所以当时的人们呢 对他的德行就很赞叹啊 你看你在家里对兄弟是这样的友爱 那么到了汉朝的永平年间呢 殷庆啊就被封为童阳侯 好最后一位殷幼 殷幼呢 有一幅对联是这样写的 幼善文词高中酒精科目 才长隐有不住五言名诗 那么其中 呃上联所说的就是 这个元朝初年的学者殷幼 殷幼呢 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孕妇群玉 好 这是啊这个跟说文有关的 好 那么殷幼 自食夫 他是奉心人 就是今天的江西这一代啊 他是很有学问 好 从小就很爱读书 而且殷氏家族在元朝的时期五代同堂啊 家里几百口人都生活在一起 是很好的家风 所以殷幼在这种环境当中从小就很爱读书 他七岁啊 就考中的高中的南宋保佑年间的九经同科 好 也有说是八岁啊 那么后来他到元朝啊就没有做官啊 他一生都是著书历说 生活在聚德楼三十年的时间 就写下了这一部孕妇群玉 这部书 好 所以我们看古人做学问啊 真的是很下功夫啊 那真的是从小就这么好学 而且他著书历说啊 他也不喜欢公民富贵啊 那么到了元朝啊 不愿意做元朝的臣子 所以一生当中呢 都是在研究学问 好 那么关于殷氏家族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谢谢大家